接下来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磅产品 好长啊是吧 一家的OnePlus Watch手表 从参数上说 这次的手表有很多惊人的地方 来我们瞧一下 首先包装盒很长 这屏幕都装不下了 和我们手机相比 比手机还长 来我们打开 好这个风格还让我有点没想到 是这种比较稍微清新一点的风格 照例我们先来看一下配件的部分 首先这边是数据线和充电器磁吸触点的方式 就是既有磁吸又有触点的这种方式 看一下长度 应该是在80厘米的一个长度 看我们今天的主角 手表也要撕填膜 好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它使用的不是这种纯屏的表面 而是使用的这种类似水滴的2.5D的 后方是这些传感器和充电的出点位 咱们不做过多的展示了 以往我们看到很多的表冠 智能腕表表冠是突出比较多的 但是这款腕表它的表冠部分 几乎就贴着整个表体 手动可开启的卡扣这个形式 那么拿下来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 我们手动就可以更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量 这也是很重要的吧 有些同学可能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重的表 看一下这款表的一个重量 70多颗不算特别的重 有没有Apple Watch我们也给大家对比一下 Apple Watch大概是56克左右 这个外观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 满分10分你打几分 我觉得这个外观很怕就是不光是男生 很多女生的话带应该也是比较合适的 两种风格大家可以说一下 你更喜欢哪种风格 喜欢这种圆角矩形的表盘子 同学打一个亿 喜欢圆形表盘同学打一个盖 硅胶表再配看的效果 当然常规的时候它不是常亮的 所以我们就这种细屏的状态下 给大家看到 OK咱们等了一会因为它有一个新的更新文件 更新了时间不短 是一个特别大的更新包 然后更新完之后 它的系统应该是目前最新的 和过两天大家买到的时候的样子 应该是差不多 咱们现在就可以瞧一瞧 一加手表它在更新之后有哪些功能 点开手表 我们可以瞧一下它基本的情况 首先是圆形表盘 我们点亮屏幕之后表盘的样子 那么根据我们个人习惯的话 我们下滑可以看到它的常规的这些快捷功能 从上往下滑 我上滑的话是通知消息 目前是没有的 左滑右滑 这里可以快速切换功能 包括有知数宝音乐功能 这里有控制手机的音乐 还可以播放手表的音乐 也就是说它有存储空间 你可以在里面来存储音乐 直接来听 然后可以测定我们的心率的情况 以及睡眠呼吸的情况 这都是常规的功能 表冠的部分 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的功能 首先下方的表冠 那么它是进入到运动的菜单当中 可以直接切换到这么多的运动 跑步登山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常规的 作为平常运动的一个使用 如果我们回来 在上方点过来之后 大家看到这边是一个环形的菜单 应该是很好的利用到了 它的一个圆形的屏幕 显示出的这种效果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大家看到这个表盘 目前市面上是有两类手表 一类是类似Apple Watch 或者是安卓阵营这边的功能 比较强的手表这种 它的画面是比较流畅的 另外一种是所谓的类手环类手表 它的功能性就稍微弱一点 但是续航时间特别长 能够达到一周甚至两周的时间 凡是这类手表 它的功耗控制的比较严格 滑动的时候就特别的卡顿 帧率很低 那么这一块手表 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主打的长续航 它不是那种安卓的WareOS那样 可以安装一大堆程序这种 所以它的流畅程度 我们觉得应该是比较低的 有一点点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 类似Apple Watch这样的 高性能的手表 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这是我们电脑的第一款 在性能方面 就是说长续航 主打长续航的情况下 还能有这么高的一个顺滑程度 这是非常罕见的 然后咱们来瞧一瞧里面的功能 每日活动 这个其实就是四个向线 包括我们的运动也好 燃烧卡路里也好 走步的路径也好 这就不多说了 运动 这是咱们刚才看的一个菜单 运动记录 血氧睡眠 那么意味着它是可以监测 我们的睡眠 压力测试 呼吸 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们看到是电话功能 我们点进来 常有联系人 最近通话和下方的拨号盘 好吧 凡是可以独立插卡的手表 电池续航都非常短 而这款手表 我们知道它的续航时间 有接近两周的时间 它还能够进行拨打电话 之前能够做到这个功能的 只有华为的Watch GT系列 手表的话 要比华为那块多出了一个拨号 华为那个是不能拨号 这个还是让人有点意外的 当然它不是独立插卡的手表 还是要配合手机来使用 如果我们点击最后一个选项 就是拨号盘 它支持的比较全面 但你拨打电话的时候 也可以输入这些数字 功能设计的还挺全面的 我们再试一试看看 接电话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就是一个免提的效果 声音还可以 功能方面应该还算是比较强的一个 下方是音乐 音乐的话 一会咱们试一下 看看网里边 踏入音乐的情况 它提示你如果要听歌的话 是需要连接蓝牙耳机 看起来它并不支持一个外放 是不是 等于是它变成了一个随身的MP3的形式 天气支出宝这些都不说了 钱包这些都没问题 秒表计时器 水电筒我们点开看一下 点个水电筒的话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一个亮度 以及它平淡比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是圆形外边的一个表块 气压剂 这边还多了一个可以测量气压 如果是我们登山的同学们或者是在高海拔地区的同学会有用到指南针 同样是旅游铺平的时候 这里还有个电视助手 看起来的话还可以类似这种遥控是不是 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找手机 那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手机在旁边的时候 这里我们点击找手机 好那这边会有一个声音提示 进入设置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连接蓝耳机 那这应该是在听音乐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带手机 只有一个手表也能够听音乐 显示和亮度 台湾亮屏 自动亮度 屏幕的亮度 声音与震动 银声大小 这边可以直接设置 好我们回到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静音模式 震动提醒 智能唤醒闹钟等等 功能按键 它这里主要是换起下方这个 我们点击这个位置 我们点击它就换起 刚才我看到是运动列表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换起成别的 可能我自己习惯的是 把它换成手电筒 这样的话晚上就特别方便 它直接就打开了手电筒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晚上 睡眠的时候 佩戴点开这个手电筒 这还是很方便的 手表端咱们刚才看过了 右侧切换的时候 左侧的手表这个部分 也是同步的切换 它有一个下载过程 下载完之后同步过来 所以我还没有看到 它收费那个选项 这些表盘就都是免费可以使用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基于照片来加表盘 比如说你看 这是我们刚才拍的一些照片 添加过来 它会把这些照片 直接传到你的手表里面来 这就是咱们刚才同步了手机端这边 还有AI穿搭 这就是它个性化的部分 然后是卡包的部分 我们需要添加一些可用的卡片才可以 公交卡门禁卡 这样的话你可以刷手表 然后我们看一下更多选项里面 这是关于手表一大堆详细的测试 我再强调一下 这款手表是主打长续航类型的 在咱们目前测试过的 大量的智能腕表当中 它应该是按照我们之前的印象 它应该是功能比较弱的 但是咱们现在看起来 它比较常用的那些功能 它都有 好我们快速总结一下 那么这款一家智能手表 我个人对它的第一印象相当的不错 目前市面上的智能腕表就是两类 一类是功能强 但是续航时间短 一类续航时间长 但是功能一般的 应该说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 那么这款一家智能手表 我觉得它的性能还是很强的 除了常规的运动监测这一系列功能之外 操作方面 我们看到它的系统极度的流畅 比目前我们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的这种 长续航的智能腕表都要更加的流畅 还有它可以类似蓝牙耳机打电话的这种形式 包括播放音乐这种形式 这些都是以往长续航智能腕表里面比较少见的 对于第一次做智能腕表的一家来说 这个表比较的强悍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长时间佩戴手表 而不是每天充电的用户 这款手表是很值得考虑的 那么这里就是一家的智能腕表 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叮咚 一家的无线力式充电器 今年的话一家又在无线充电方面继续发力 它的无线充电功率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到 这边写无线一闪充 就是在无线的情况下也能来到一个很快的速度 充电器除了说明书之外 下方还有双C口的数据线 咱们就不展示了 那么它这个应该是要配合充电器才可以 它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圆弧状的托板 会很好放在这里 还有在下方这里吹风风扇的位置 可以有更好的帮你来散热 来问大家一下 你正在用的手机是否支持无线充电呢 如果支持无线充电的同学打一个亿 不支持无线充电的同学打一个亿 然后我们可以插上线 咱们感受一下 果然这边就是有一个供电的提示效果 同时下方有一个小小的指示灯 告诉你现在已经开始充电 而且我们会注意到 大家可能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它的风扇 你会听到细微的转风扇的声音 它这边会有一个孔位散热 其实历史充电器有一个好 我觉得它未来是不是可以 把它类似做成那种闹钟的样子 或者是表的样子 可以更好的利用我们的机器